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到 神创造生命的时候 将枷锁给予人类 目的就是要让人类在枷锁中 寻找出创造主及天国道 而于主日信息中 又说牧师尽心分享人生枷锁的特性 而其中一个特性 就是人生的枷锁 是会随着年龄而增长 当中不单只是数量的增长 还包括了难度的增长 举例,于婴孩时期 只需要吃奶和睡觉 这个就是婴孩成长的枷锁 但当年纪渐长 除了吃奶和睡觉之外 开始需要父母的关怀 而于好奇心这个枷锁下 也需要不断探索身边的事物 及至三岁的时候 更加需要上学 于学习课堂知识之余 也要开始学习处理人际关系 与同学、老师的互动等等 所以年纪越大 同时间枷锁就越大、越多 枷锁附大的人生责任和难度也越高 所以就算于人生成长到某个程度 例如完成中学课程 不用再读书 这样当这个学生将读书的枷锁放下 脱离学校的枷锁后 又是不是等于这位年轻人放下枷锁之后 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答案当然是不行 原因当他离开学校之后 等待他的就是工作的枷锁 成就感的枷锁 尋找配偶的枷锁 成家立室、养妻活儿 甚至是照顾父母的枷锁 所以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枷锁 成年人会有成年人另一批更重的枷锁 而到晚年的时候 连健康、售素也成为了新的枷锁 所以在数量上、种类上 枷锁会随着我们的年纪 而在这两方面增加 人生的枷锁的另一个特性 于枷锁的性质上 也会随着我们的年纪而变化 变得更加完美 也就是说 同一个枷锁会随着我们的年纪长大 而变得更坚固、更完美、更难打破 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同一个科目 例如数学科 由幼稚园开始到中学毕业 每一年都有数学科 但每一年的课程是越来越深 让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心力、精神去应对 这就是一个更完美、更难攻陷的考试事题 同样地 之前已经提及过 我们用枷锁的角度去理解人生 枷锁就是人生的渴求 加上机能的享受 及万事万物本身所構成的金三角 当我们的渴求渴望不断提升的时候 这样这个枷锁就会更加坚固、更牢笼我们的人生 就以尋找美食为例 对于婴孩而言 她的身体所提及的渴求 只有一个就是吃奶 就算每一餐都吃同一种食品 重复又重复 她都不会厌倦 然而当这名婴孩慢慢长大的时候 她的身体机能以及她内心的渴求 会引导她寻找不同的美食 这个已经远超摄取营养 维持生命的需要 而是成为一个更横顾 更坚硬的枷锁 就是单单为了寻找美食 已经可以花费人生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包括做资料搜集 扣买一些饮食杂志 收睇介绍饮食节目及光顾这些店套 遇到好吃的菜式 会自己学习去做出来 我们甚至会以食为乐 以学习烹饪为乐 并不会感到厌烦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名言 民以食为天的特质 就是以饮食成为人生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原因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 对食物的要求就越高 年轻时 可能到快餐店已经很满足 但到中年的时候 可能要上高级餐厅 除了食物更美味之外 更加上当中的气氛 这种不断完美的枷锁 迫使我们投放更多时间 心力 精神 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 至于枷锁的另一个特质 就是于长大中 一个比一个消极 而就是说 于神的设定下 每一个人居然有一个时刻 当你投放越来越多的时间 心力 精神 但是所得的回报 满足 却是一日比一日少 而这个趋势 是每一个人都会认知 并且 是无法逃避 和逆转的趋势 就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年老衰败的枷锁 就越来越坚固 当你越年纪大的时候 你的活力 体力 心力 精神 甚至身体的机能等等 亦都会一日比一日的消减 直到离世 这个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 很多人于壮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为年老的消极而未遇筹谋 所以 他们会在年轻的时候 开始预计自己退休生活是如何 一来 因为没有人会想在晚年身体衰败的时候 才开始好像年轻人一样奋斗 二来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将来的日子对比现在 必然是更不好的 所以 现在就要作出准备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 生命本身是神设计的 任何人都逃避不到 成长与责任 本身已经是一个枷锁 然而这个枷锁 是一层比一层的更沉重 和更消极 对于外邦人来说 就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我们下期见 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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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感谢观看